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的孩子有着自闭症 据说在美国有每6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自闭症 可是自闭症都有一些超乎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他的能力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表面的身体有他的缺陷 却在他的思想上 在他的内心中却有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特殊的思维概念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这个 就是如果人们说就要特异功能也好叫什么也好 那个人为什么叫会计杀手 这个人就是算数 你给他一个数他牛了就知道是多少 你给他无论多大数他牛了就知道这成完了数 这个如果成啊或者除啊他立刻知道是多少 他给人算账的时候他只要看看账本 他就他看着这账本就这么一片一片翻 他就知道了 但与此同时呢 他练就了一身非常好的本事 在他父亲的这种这种培养下 然后他对社会上的一些恶的势力呢 采用他自己的手段 在铲除邪恶或者什么 当他去枪杀那些被他认为是坏人的人的时候 结果他遇到了一个人 最后他没杀他 是影片里面的什么国家财务局的国家财务局的官员 为什么没杀他 他问他几个问题 说你是个好父亲吗 他说我是个好父亲 那你为什么是个好父亲 你跟我说 然后这个老头就跟他说 他为什么是个好父亲 他说那你儿子现在多大 儿子都已经成人了 他已经是爷爷了 即使这么答复 在这个枪手的眼睛里认为呢 老人说的是实话 这枪手就没杀他 影片里暗含着一种 这些人的内在的 你别看他是杀手 你别看他在出手杀人时 那样的迅速的动作 但是他的内心中的善良的一面 包括他保护那些 保护那个影片里面的女主角 是一个跟他本部相关的人 但是有人去陷害这个女主角的时候 他自己出手 所以他就表现出一个 无论外在的人是什么样 凶残的 和特异功能的 甚至包括这种自闭症的 身体有问题的 但内心中的善 是生命的根本 那现实环境就是现实环境 在中共的邪恶当中的一个 最关键的占据人的 所谓灵魂的说法 就是爱国主义 对吧 而爱国主义呢 他打击的目标呢 台湾人 日本人 美国人 所以这就是我说 他非常浅薄的东西 却能够影响人 可是中共 可是今天主政者 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明白 这其中的故事 提到台湾 提到中华民国 蔡英文政府 我们知道九二共识的说法 对不对 这是不可动摇的 而在我的节目中 我跟大家说过 那是扯淡 扯淡 习近平看重中华民国 甚至超过蔡英文 我们在节目中早就讲过 今天有人证明我的说法 法官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针对川普与蔡英文的对话 针对九二共识 国台办说 不反对九二共识之外的新共识 但核心同属异中 川普跟蔡英文通话 洞瀚了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川普曾经 明确讲要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 国台办的发言人 安风山14号称 大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坚定不一 学者们提出了九二共识之外的新共识 只有表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两岸双方才能进行直接的接触和互动 福建厦门卫视的记者问 有大陆学者提到 在不违背一中原则的内涵的基础上 双方可以在九二共识之外 另选共识吗 并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下 两岸可以进行传话性的和可控性的接触 国台办的意见是什么 九二共识 在两岸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性 就在于九二共识的核心 是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 两岸才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华民国是不是 有人说不是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中华民国不是 那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 今年习近平带着六个政治局常委 高调纪念孙中山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 低头向孙中山低头 你想过没有啊 这就是最关键的故事 从去年九月三号的大阅兵 延续到今年的高调纪念孙中山 这就是故事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不说自己转型 他不说这么 很多词都不说 他说的最高调的词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但是在党内坚持党的领导 那圈里头你没看听明白 在党内坚持党的领导 然后一牛脸一看 党在哪呢不知道 没了 对吧 天安门广场的公共厕所里 就这么回事咯 所以我说的意思 人家说坚持一中的原则 连这发言人自个都不敢说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说吧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那走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对不对 明报讲 两岸寻求新的共识的倡导者 是中国社科院 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周志怀 周志怀在30号 11月30号 在一次论坛会上提到说 台湾迟迟不肯承认九二共识 那在不反对九二共识之外 建立具有创造性的 代替性的共识 这就这么回事了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关键的问题所在 他的身份是谁呢 他的身份是台湾研究所的所长 那你是不是踏实受人之托 才说这番话呢 天下的事不过如此 德国之声 面对川普质疑意中 北京的可能的选项 所以这事是个大事 老有人替他着急 法兰克福汇报 在他的政治版上提到一个川普主义 那一篇文章 他说台湾在世界上已经够难了 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朋友 那川普帮倒忙 当然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准的人 并不会在意是否帮别人的忙 所以德国的媒体是对川普不太愿意接受了 这是肯定的 随着这样的描述 接着说 中国对川普言论的反应 对一个不再习惯于听异议声音的政府来讲 是个很典型的 他如果北京冷静一点的话 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以理性的角度示人 从容的让川普主义 新的含义不攻自破 可是泰然处之的不是北京领导人的风格 那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唇枪舌剑 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政治意义 那世界将会带来新的动荡 刚才国台办说了 按照他的说法 你新的动荡就不存在了 学者就是学者了 布林宝说 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他可能非常不清楚此举带来的后果 那会让中国很不舒服 没有啊 国台办自己舒服了 我一再跟大家讲 川普是老炮 习近平是老炮 那这个王岐山也是老炮 老炮的特点 就是面对任何规矩 都有他自己的理解 和用自己的方法对待规矩 他不是从正式学校里 吹拧出来的团支部书记 他不是正式党校中 给训练出来的高级动物 他要做他自己 川普这么做 习近平也这么做 对吧 九二共识一直在嚷嚷 但里面一牛脸说 我们要的是一中的原则 就行了 谁比谁横呢 谁跟谁玩啊 对不对 今天在相当程度上 现实社会发生的一切 是真实的生命的表达 而不是学府 学派们的 学者们的 眼睛里 嘴巴里 和头脑里 被灌进去的观念的表现 相反是被打碎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